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 學好字 本週我們又要到哪裡 去學習什麼字呢 冬天的冬呢 我覺得它有點象形的感覺 你看上面呢 烏雲密布 烏雲蓋頂 下面再有幾滴飄雨 你知道冬的本意是什麼嗎 它首先有個木字旁 把木字旁去掉之後呢 又有個錐 錐桿的錐 這個錐桿的錐 去掉錯字旁 還剩下一個心底很複雜的東西 錐這個字 你知道它的由來嗎 對 還有屬性呢 屬性 還有附屬 所以其實我在推敲 屬這個字會不會是有兩個事物 互相依附的本意 屬於的屬字該如何拆解呢 想知道更多的漢字知識嗎 靜靜鎖定國民漢字須知 帶您學漢字學好字